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接下来关心淡水的消息 今天下午在淡水区公所市民联合服务大楼 举办第三届淡水区里长就职典礼 42位的里长全都到场出席 而这一次新科里长就有7位 其中有3位都是女性 也代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来担任里长职务 今天是12月25号 除了是非常欢乐的圣诞节庆之外 也是今年新北市第三届续长式议员 以及里长的就职的日子 而今天下午在淡水区公所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 举办第三届淡水区里长就职典礼 现场淡水区共有42位的里长 全部都到场出席 而这一次新科里长就有7位 而其中3位都是女性 也代表着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来担任里长职务 这个荣耀应该也是要谢谢 所有支持我的里民们 然后还有就是我父亲一直以来 她都有在旁边指导我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也是一个责任的开始 当然我觉得整个社会 女性对这个社会的安定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家庭也不管是事业 所以当然我觉得越来越多女性 愿意出来挑战 愿意出来奉献这个社会 我们非常的支持 我这次非常感谢就是民权里的里民给我这次的机会 那因为我这次会出来的话 就是希望是说我们 就是让我们里民看到是说 其实女性可以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可以有 拥有一片天赞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女性在做里长的选举的话 是可以非常的做得很好 因为在选举当中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馈社区 在这次当选当中有三位女性来当上里长 我们也恭贺这三位女性的里长 这次的颁奖以及上任 大家都肩上都背着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心情 因为我们总是要把里里面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 这样会成为里民之间的关系会非常的密切 这一次在四十二个里当中 有七个里是新科里长 而其他则是原来的里长连论 而在这七位当中有三位是女性 包括了幸福里里长李嘉倩 民权里里长江瑟梅 以及文化里里长彭梅江 他们都说里长过去都是男性居多 而这一次在四十二个里当中 原本有六个女性 现在增加到九位 也显示出女性也是能够胜任里长的职务 此外现场市议员 也在议会结束典礼之后 来到会场出席 今天我是来抱着学习的心态 来这边来管理 那我想未来的四年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里长 继续给韦杰这个指导 继续给韦杰编程 那韦杰一定全力来替我们所有里长 各项的礼上的礼民的这个活动的推动 包括里长的议员 我们都一起要来为我们戴神继续努力 继续打兵 那也希望里长在未来的四年有任何这个事情 交代余恩 余恩一定全力以赴来为我们市民来打拼 理长其实就是我们共理的头对讲了 我们理来包括路无边 电话无缘 水果无通 还是清减无声器 还是理来关怀的关怀续续 区长表示在今天的以后的四年 区公所与里长间的配合是密不可分 也期盼能够打造更好的邻里生活 此外新上任的里长也表示 在未来虽然里长是新手上路 但不会辜负里民的期望 除了基本里内的建设福利之外 也会举办更多活动让里民过更好的生活 记得许多安逸 再继续上网吧